高空焰火璀璨綻放 多層次五彩繽紛的火花 整整600秒视觉饗宴 让许多民众大饱眼福 烟花耀眼轮番炸裂 令人目不暇击 双十国庆焰火还没登场 民众已经在云林卡位赏景 原来是西罗大桥众神大会乡 压轴就是烟火秀 上万名游客跟着到老了 几包路桥 云林西罗大桥 以及对向平行的西州大桥 桥面上满满都是人 民众为了看烟火 直接围停在外侧车道 下车拿着手机狂拍猛拍 欣赏烟火看得出神 连警车来了都没发现 可能那边静观比较好 我们要离开 然后车子一直冲出来 它会撞到 要在广场比较空旷的地方 就是桥上还是路面 比较完全 可能储金台币有300元到600元的罚款 烟火美丽而短暂 也许正是因为稍纵即逝 让人更想多看几眼 留下美好回忆 即便民众占了第一排VIP赏景区 但围停可是要吃罚单 若酿成擦撞 可得不偿失 记者六名 陈胜文 卢俊杰 王世函 云林彰化 蔡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